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藏的发展 西藏的变化是全方位的 西藏的人权事业和全中国的人权事业一样 是随着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向前发展的 孙勇说 1959年前 西藏地方还残存着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广大农奴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受剥削 动辄遭到迫害 彼时的西藏是世界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中国政府于1959年3月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 废除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摧毁了封建农奴制 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赋予了西藏最广大民众以真正的人权 广大的农奴翻身之后 分得了土地 牛羊等生产资料 同时 对一些 在1959年 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或代理人 实行了赎买政策 以最大的诚意来使得民主改革 能够顾及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孙勇认为 西藏民主改革足以媲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地区 消除奴隶制的进程 就其完全彻底和极其人道来看 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类似事件少有的 事实上 全球曾掀起波澜壮祸的废奴运动 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自我解放运动之一 在当时 各个国家都逐渐废除了封建农奴制 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的这种情况下 世界上仅存的一个 人口超过百万 面积超过百万平方公里 这样的中国的西藏地区 由于1959年进行了民主改革 那么在世界的范围之内 就再也没有一块面积超大的 封建农奴制的区域社会了 我们对世界废奴运动的贡献 就在于我们终结了这个现象 同时 我们在西藏时期的民主改革和解放百万 农奴这个运动最后完全彻底的给予了广大的群众以生存权 发展权和自由权 孙勇认为2009年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设立体现了西藏民众自觉继续推进与世界一同进步的特征 近年来 美西方部分人无视史实将旧西藏说成香格里拉是双标的体现 事实说明 世界历史蕴含着各国或地区废奴历史多样性之中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取向 但相同取向中的差异性是明显的 中国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中实现人权保障的辉煌一夜